各位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我是家军 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官媒新华社 11月5号午夜,也就是说半夜 发布了一个消息,说11月4号 晚上,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上海会见了出席第二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香港特别行动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大家知道中共官媒新华社 凡是半夜发布的信息 都是令人惊悚的 那因此我们今天给大家汇报和分享的题目就是 急习近平半夜密会 林郑亦欲合为 那中共官媒这样说 说在听取了林郑月娥 关于香港近期局势的汇报之后 习近平表示 说香港修理风波已经持续了五个月 指责林郑月娥说 你 你带领特区政府 克金之手 努力温控局势 改善社会气氛 做了大量减薪的工作 中央对你是高度信任的 对你和管制团队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接下来呢 习近平又说 止暴自慢 恢复秩序 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我觉得 这是习近平 再给林郑月娥交代任务 习近平 已经非常充分的 展露出 他的心机 他的杀机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讲 止暴自乱 恢复秩序 仍然是香港当前 最重要的任务 你看 他把这个港人 为了争取自由 争取民主 争取法治 争取人权 争取普选 费而抗击港共政府的这个大游行 反送中的这么一个活动 习近平 他从嘴里 从牙缝里 终于挤出了什么 说这是暴乱 那么习近平还说 依法制止和惩治暴力活动 就是维护香港广大民众的福祉 要坚定不移 什么是坚定不移 就是无非是要定于习的那一尊嘛 同时 又假印的说 要做好与香港社会各界对话和改善民生等工作 一提对话 人家就笑掉了这个大牙 对不对 川普总统特别发推给习近平建议 说你要想解决香港问题 很简单 小平啊 你这个小瓶子怎么样 你到香港 跟香港市民直接对话 不就OK了吗 不就解决了吗 习近平敢吗 习近平能吗 习近平行吗 不行啊 不敢啊 不能啊 他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 习近平你心里明白吗 根本不明白吗 习近平还要求林郑月娥 说一定要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我的天哪 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中共国哪里还有繁荣 哪里还有稳定啊 如果说有定的话 那就是定于一尊的定嘛 那么当时呢 习近平 半夜密会林郑月娥的时候 还有几个中共的那个狗腿子 跟在他身边 这个至于为什么跟在身边 我觉得随你猜 近期 那么有哪些狗腿子呢 有这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也就是说是谁呢 是大内主管 还有谁呢 还有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还有那个外交部长王毅 据说那个王毅呢 好像是周恩来的师生子 据说 还有公安部部长赵柯志 你看一看 这就是说习近平通过以上四人 同时露面 要告诉林郑月娥 怎么样 就一个字 杀 这就一下抖露出了习近平的险恶用心 那么习近平在会见林郑月娥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世界上各大媒体的相关的报道 我们跟大家简要的分享一下世界各大媒体的报道 美联社11月5号报道说 这个正在上海视察的习近平令人意外的 他加了他加了那个双引号令人意外的会见到了这个林郑月娥 这个与此同时呢 说习近平发出了明确的信号 告诉林郑月娥 中共会收紧对香港的控制 那为什么要收紧对香港的控制呢 就是要平息 不时挑战中共统治的香港市民 所造成的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动荡 习近平这一次真的要学八九六四 学邓和平怎么样 要大开杀戒了 那么美联社的报道还说呢 这个中共上个礼拜表示 可能会推动在香港制定 所谓的反颠覆法律 那么他要制定这个所谓的反颠覆法律 就是说专门针对香港的反颠覆法律 到底叫什么名 我们现在呢还不得而知 大家知道当年中共曾经制定过 专门针对台湾的叫什么 反分裂法 就是专门针对台湾的 那么专门针对香港 到底制定叫一个什么法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那么台湾的中央社这样报道 说林郑月娥在11月5号对水访的香港记者这样说 说昨晚跟习近平见面了 碰头了 这又怎么碰的 林郑月娥没说清楚 说昨晚跟习近平跟习主席 给习近平跟习大大半夜 unforgettable 半夜见面了 让他觉得习大大非常关注林郑月娥 他非常关注印澄月娥 非常关注香港发生的事情 他说习大大支持我 挺我 坚挺我 制止 香港的 暴乱 怎么样坚挺 有多大 没好意思描述出来 我记得原来看了 程涛先生画的一幅漫画 说这个什么 19大习大的 说这个习近平大概有 19个CM 那么长度 有意思 那么稍早一点 网上传出 中共正在考虑 一个什么替换的人选 打算明年三月份 正式要替换林郑月娥 那么这个时候 习近平会见林郑月娥 那是否 表示习近平 会给林郑月娥 告诉她 说你到明年三月份为止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呢 是否 表明习近平 就明确的 告诉林郑月娥 爷 挺你 习大大 挺你 挺你林郑 对不对 你给我干下去 我跟你 怎么样 干下去 要坚挺下去 这样的话呢 这个林郑月娥 就像吃了一个什么 定心的那个红丸 定心丸 那么 法新社引用那个香港中国政治问题专家林荷丽的话 他认为呢 说北京方面暂时显示出对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支持 但是呢 并不意味着中共一定或者是习近平这尊定这个大大一定喜欢那个林郑月娥的那个什么 林郑月娥的那个政策 对不对 也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对林郑月娥表示满意 或者说对他有比较高的评价 香港民主派议员毛孟进对这个美颜色说 他们意识到香港的事情已经到了怎么样 无法收拾 无法挽回的地步 那么中共目前除了表示对林郑月娥的支持之外 习近平是别无他法 那我们又看到那个香港的南华早报说 这是香港反送中运动 从六月初开始到今天以来五个月 那么习近平第一次明确表态对香港问题 明确表态怎么样 把香港问题定性为暴乱 要求林郑月娥平定暴乱 并且是第一次习近平会见林郑月娥 虽然是半夜密会免受疾疑 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就香港问题明确表态 并且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那我们又看到这个台湾中央社报道 说同一天这个港警呢 每日的记者会因为有记者头戴那个面具 抗议 那么查警报 指警方而被迫取消 现在呢港警发布改用脸书直播 据说呢从十一月一号 那么到十一月四号短短四天 港警这四天之内就抓捕了三百二十五人 平均每天抓捕八十一人还要多 这个年龄呢是介于被抓捕人的年龄 介于十四岁到五十四岁之间 好各位网友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快讯 习近平半夜密会林郑月娥 究竟一遇何为就到此为止 不过我们说不管他一遇何为 总之是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 中共半夜所搞的事情 都是周八批都是半夜计较 这样说冤枉了周八批 但是绝对没有冤枉中共 各位好友 我们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感谢您的观看 感恩您的转推 欢迎您不领辞教 再见 拜拜